中华五千年历史 波兰壮阔 孕育出多少人人知识 他们的前仆后继 把我滑下血脉 延绵不绝 他们的忠肝义胆 更是我民族精神之精华所在 以史为鉴 可以之星体 当历史已被刻意扭曲 神州大地将何去何往 以人为鉴 可以之得失 当中间已被强权颠倒 民族精神又如何延续 断我血脉 毁我精华 这才是我中华民族 从未面临的真正危难 人杰地灵节目通过当事人的亲历口述 以还原我中华被扭曲的一段历史 通过他们平凡而又非凡的故事 以续我五千年人人至世的正气歌 我们学校普林斯顿有一个书籍班 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美国一个小大学 Middlebury明德大学办 我在那本来是念过书 后来是教过书 我们这个在九十年代之后 我们把它移到北京 到北市大的校园去办 所以有一个普北班 叫做普林斯顿在北京的语言训练班 我是发起人之一 我跟我的同事周志平 我们都是发起人 所以九四年是闻到我去了 然后回国以后 九五年也去了一趟跟学生见面 演讲跟老师见面 只去了一个星期回来 然后九六年本来也是有这么个计划 要回去 可是我到纽约的领馆去领签证的时候 他不给 他不给 我就奇怪 怎么突然不给 当然理由是有很多的 我这共产党到那时已经不喜欢我 可是很多学者他不喜欢 我到底最近做了什么 他得罪了他的事情 我不知道 后来有一个美国朋友在香港 他说我们在香港很容易办签证 你把护照寄到这儿来 我们一大堆 每天一大堆一大堆签证 然后不妨试试看 我把护照寄到香港 果然回来了一个两次入境的合法签证 所以我去了 我买了机票 去了 当然我去的时候 我有那么一点点 不知道 我进来回不有麻烦 我在过海关的时候 他看我的护照 看我的签证 很机械化的 填巴挡挡挡挡挡 然后他看了那个荧幕 看那个电视 看了 又看了 看了 看了 好久 然后他用英文对我说 Please sit here 请你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我坐了一个钟头 那是晚上在八点到九点的时候 有很多人跑来跑去 说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话 然后一个钟头以后 回来改用中文跟我说 我们跟上面联系 他说不欢迎你到我们国家来 你不能见 所以不能见 因为是那天晚上的最后一个飞机班次 他没法把我立即送回美国 所以有个住房的问题 他到联合航空公司那个柜台 去跟那个服务员说 你们航空公司要负责任 要买个旅馆 因为你们带进来了一个 没有正式的文件的一个旅客 韩国公司他也犯不着 跟这些小问题弄坏他的什么 中国政府的关系吧 反正他说好 给了一个票 我们可以住旅馆 所以有四个小警察 就陪我到一个外国豪华旅店 去租了一个屋子 那时候已经11点钟的时候 我累得不得了 刚下了飞机 我刷牙准备睡一觉 当然他把电话拆了 你不允许打电话 我想打电话告诉北市大的朋友 我为什么不能出来 让他们不要担心 因为他们在外面等着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可以打电话 后来我问他 那我打电话到使馆 美国使馆 不行 不能打电话 刷牙的时候 他很正式的跟我念几个规则 几个你不能打电话 你不能离开屋子 你不能离开我们 你不能这个不能那个 我当然警察 我不要反对他们 我说好好好 我一切都接受 一切接受刷完牙 以后坐那儿看电视 有意思的是 这四个小警察 他们的语言也变了 他们的似乎人也降了一个层面 正好是以前我认识中国的 有一个官方的表层跟一个真正生活的更深的层面一样 不跟我说那种官箱了 说你怎么学中文 然后手表多少钱 这种问题就出来了 我跟他们聊起来 有一个就问我 你肚子饿吧 我肚子不饿 我想睡觉 飞机上吃那么多 睡得很少 我想睡觉 还是吃一点吧 吃一点 我不饿 然后他说 我们有饭票 他们有饭票 他们加班 公司 警察公司 给他 给他这个 这个可以吃豪华旅店的一个票 我明白 他为什么要我吃饭 因为他要吃饭 那我不能离开他 所以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那有没有我的票呢 他说 先生 对不起 没有你的票 我说 那我怎么 我陪课 是不是 那不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自己出钱 我不想出钱 我不饿 所以 我坚决不去 他们坚决要吃他们的蹭饭 所以 最后的安排是 有三个下去吃 一个陪我 然后三个上来 那个下去 他也能吃 这样 然后他们 跟我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我就回美国 以后一直到现在 是九年以前 我不能去 偶尔我还去问 还是 还是没法去 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不能去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是 是什么 有一些中国人知道 林培瑞是因为 跟方一支的两次事件 有关系的 这是可能的 但是 是因为八九 跟方教授的接触 是理由的话 那为什么 我九三 九四 九五 三次都能去呢 突然知道 九六就不能去了 跟八九 什么关系呢 这个就不知道 九十年代初 我的活动 也有一些 我在美国之音 就做了一系列的 一些报告评论 那是美国之音 要求我做 我做了 也是中文评论 关于魏京生 敏感的题目 我也说了 我不是故意 说敏感的 我是说一个外国人 观察中国的 我认为是客观的东西 我感兴趣的东西 我说 我不管 你共产党认为 是敏感不敏感的 我不考虑 可是我说的是 有一些是 他可能会觉得敏感 我用中文 广播的中国 有朋友认为 这可能是理由 还有我们的六四以后 我们在Princeton 我们在普林斯顿 有一个普林斯顿学社 很多从中国 跑出来 没办法工作的人 包括苏少之 刘宾烟 陈宜兹 张朗朗 陈奎德 苏小康 苏伟 很多 名气大大小小的 都在这 我当然跟他们 跟他们接触很多 我不是社长 可是我跟他们接触很多 有人说 这个可能也是理由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最多可能 我觉得还是八九 那两次跟方教授的接触 八九年的二月 小致布什 第一 大布什到北京 他刚选总统 刚上任的时候 去了日本 再去了中国一两天 在北京的长城饭店设宴 我那年因为是 是美中学术教育委员会主任 有邀请 到长城饭店去 恰好 前两天 在一个别的会上 方立志也参加了会 总统要来的消息一种 大家开始谈 然后问谁去 谁有邀请 我们要 方说他有邀请 我也有邀请 我们住的很近 我住在游宜宾馆 他住在中关村 我有车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一个车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 很方便 他说好啊 那我们一块去 所以就是因为 这随便的一个事情 我跟他同一个车 我和我太太 他和他太太 我们四个人上了车 去长城饭店 快到的时候 就突然有几个警察 跑出来拦了路 好几个 就八九个 围着我们的车 然后跟司机说了什么什么话 让司机出去 回来我们问司机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的司机 我很熟的一个朋友 他说我们超速 那根本没有超速 这很清楚 路上很堵 而且没法超速 没法超速 他说他们逮捕了 我得去 你们得出去 我们四个人出去 方提出来 他说我们走去吧 我们走去 很近 几百米 我们可以走去 开始走去 突然涌上来很多 看来是老百姓 现在知道是 后来知道是便衣 便衣围绕着我和我太太 把我们拉开 把方跟他 李舒贤他太太 拉开 拉到一边上 我们听不见的距离 然后过了几分钟 那些小警察 那些便衣 用他们的英文 跟我说道理 这也是个有趣的现象 英文不太好 还是会说 可是他们的英文 没有我的中文 好 我跟他们说 中国人 他们一定要改用 他们的半破不破的英文 说我们各国有各国的习惯 美国人得尊重 中国人的习惯 我说这跟习惯什么关系 我跟他们反了几句话 反正突然他们就解散了 在方那边的人也解散了 他们走回来 跟我们见面 方说 他们说我们没有邀请信 可是给了看邀请信 他说这是假的 你不能去 我们去美国使馆 证实我们的邀请信 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我们往美国使馆 租车开去 是不同方向 开了大概四五条街 又涌出来了一些便衣 然后把他们拦下来 然后就让司机出来 说司机的那个小灯 后头那个小红灯 有问题 邦还是他不张不黄 他下一步的策略是 坐公共汽车 我们找到一个公共汽车站 有很多老百姓在那等着车 我们也跟着等着 然后第一个车来的时候 在大概一百米之远 看得见公共汽车被拦下来 然后一个人去跟公共汽车的司机说了一个什么话 然后那个车一开就没有停 开过我们的站 那老百姓在那等着车要下班 大概是下班的时候 那时候是五六点六点六点多一点 他们就破口骂 这公共汽车怎么不让我们不停 不让我们回家去 等了第二个车也是一样的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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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就不忍了 他说这是因为我们老百姓吃苦 是因为我们在这等车 我们我们走去吧 就说我们走了 那是二月很冷 李淑贤方太太和我太太的衣服不够 我们没有预备 要花三个钟头的时间在走冷街 可是最后是走到使馆的门前 两个钟头 在路上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有很多警察 有的是骑着摩托车 有的是开小卧车 有的是便衣也跟着我们走去 你跟他们打个招呼说话 他们当然不打你 一个人很明显去跟着你 然后问路 有的时候问路 那个很显然是 人家告诉你不对的 你怎么拐法 他说 所以方都是问至少两次 他判断这个老百姓还是便衣 是 然后可是最后我们是到了使馆 到使馆的时候 那已经这个宴尾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已经是十点钟的样子 门锁了 外面门锁了也没法见 可是恰好那时候遇见了两个加拿大的外交官 夫妻俩在夜里散步的时候 他们知道方黎智是谁 他很惊讶 在这儿看见方黎智 我们问他们能不能帮忙 打电话 不是可以 到我们的公寓来 我们到他们的外交官的公寓里 门前当然也有警察 他们都是一系统 他们都观察我们到哪去 警察说 你不能见 这是外交官的公寓 然后那个加拿大的外交官站出来说 我是外交官 我有我的权利 这是我的个人的朋友 我邀请他们 你明白你拦我们是什么含义吗 跟那个人说的相当 直接他就让步了 那我们上去的时候 李淑贤 方太太 关心的是他们在家里的儿子方哲 所以打电话回去说 我们在一个外交官的家里 没事我们会回来 你放心 没问题 有什么事 我们是这个电话 然后挂上电话 外交官太太把一些简单的食物给我们吃 开始吃的时候 突然电话响 电话响是美联社的记者 然后解释怎么回事 挂上又是别的记者 那么这个那个记者 一挂上就又来了 我们明白怎么回事 是打电话到方哲那里 告诉他的电话是哪 然后所有的新闻界注意到方一只李淑贤不在宴会上 他们打到方的家里头 问方哲告诉他 所以新闻界知道这个电话 一个跟着一个来 然后方都是很理直 他说 这效率不高 我们不能一个一个把整个的故事重复多少遍 我们干脆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告诉所有的新闻界 好 所以Horley那个外交官他也同意 当时国际的新闻界都是在西城的香格里拉饭店里的 所以我们坐上外交官的车到香格里拉饭店 我们一路上都是有警车跟着便衣的车跟着 因为是外交官开我们的车 他不敢拦我们到香格里拉饭店里头 果然那个新闻界都在那儿等着 好几百个新闻界在那儿听 方也说我也翻译我也说我们怎么回事 那时已经到了夜里12点1点 我回到家里头还是没有吃饭 到大概夜里1点半的时候 我可能对共产党的愿意说假话 最看穿它的时候 是在这个经验发生的大概一个月以后的事情 一个月以后在人民日报上 先是在那个杂志叫辽望 辽望周刊有一篇方黎之复宴真相 那么一篇文章 笔名玉木写的 那是后来我跟朋友说 这是辽望小说月看 因为离谱的不得了 那故事 方黎之复宴的真相 恰好是假的不得了 而不是小细节里头上的假 是根本的假 比如他说没有说我们被拦 说我们车犯规 然后出车想走去 然后闯门这个那个 然后坐上一个车上绕到后头 让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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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城饭店的后面进来 我们根本不是走那个方向 没有 也没有想也没有做 有很多这个 不是小细节里头上是他编故事 他编故事 同时还有胆子对中国的老百姓说 这是真相 方黎之复宴的真相 我记得我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 很生气 我去跟方给他看 我说你看这个文章没有 他说他就笑了 他说他的意思是 我有点天真 你当然他他说那种假话 你还指望什么呢 可是对我是一个 真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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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开阔眼界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很很不对 基本上不真实 我想写个信 美国人要看到这种现象的话 他写信到编辑部 说要求澄清改正 所以我写了一个信 寄到他聊网周刊的编辑部 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好 我又寄了双挂号 双挂号应该有个收据回来 收据也没有回来 回答也没有回来 什么都没有回来 在我一个美国人就认识到连邮局是他们一套的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头警察跟邮局是不同的 你写信给警察局 邮局至少会寄信 你刷挂号的收据会回来 警察也许不听你 可是至少邮局是不同的 在这儿 邮局跟警察是一回事 最后我决定人去 我去以前我先打电话 我说我想跟郁牧先生谈话 郁牧就是写方医之真相的文章 他说郁牧到外地去了 郁牧不方便 郁牧这个那个的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很难说 你哪个单位 这一种官签来了 后来我就人去了 我受不了了 我人去了 当时接待我的是有个勤子在里头 勤劳的勤 反正他接待我 他说郁牧不在 你有什么意见 这文章在哪不对呀 你得说呀 你得证明啊 他说 我说彻底不对 这儿不对 那儿不对 我说细节 我可以感觉到有一些别的 有一个 我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个老编辑在哪 他说这样 垂头上去 他不敢看我 我觉得这个人有良心 这个人知道是一篇胡话 但是接待的那个人是说官腔的 后来我才发现 接待我的那个人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 从这个编辑部里头的朋友告诉我 接待我的那个人 说郁牧出差了 不在这了 你什么 就是一幕 就是那个人 所以我有这种经验 那我还相信共产党的什么话语呢 很难 这是一个突破 对我来说 尽管我在八十年代 看了所有的刘宾念的人腰之间的这些 而且影响很深 我多多少少还是觉得 人家不能说谎到百分之百 但是有这种经验的话 那我就百分之百就认识到了 他觉得他的权力有关的问题上 可以百分之百的不择手段 我认识到他的性质的这一点 天南门运动的时候 我住在游宾宾馆 我偶尔去广场 我没有去多少次 方一直不去 他说他不要去 因为他不要给共产党一个理由 把学生的运动 所谓的抹黑 说是帮一只坏人领导的 或者什么 所以他拒绝去 他也劝我不要去 我去了一两趟 有时因为是美国朋友来 我们从华盛顿的同事来了的事 他们当然很感兴趣 天南门天天在电视上 他们想去 所以他要求我陪他们去 我陪了几次 可是广场的事情 我看的不多 接触的也不多 只是到了六四来临的前几天 六月一号二号的时候 先是有一些中国朋友 我一直到现在 不便说是哪几位来找我 说你能不能帮我们 很快的办一些美国签证 我们想离开 他们有预感 他们知道会有事 我始终跟美国政府 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 我没有为他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那个办事处是科学院的 美国科学院不是政府 我从来不在美国政府里的工作 签证的权利不在我手里 可是我可以带你去 而且把我做一个美国公民的认识 跟那个外交官说 可是六四一来的时候 哪怕我也接触过一些有预感的中国朋友 我没想到他会来得那么快 而那么猛 所以我还是感觉到惊讶 那天我记得我太太把我矫情 她说我们所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然后我骑上了自行车 我在北京的时候都是骑自行车 我住在友谊宾馆上街的时候 对面是人民大学 人民大学的门前设了个广播站 广播站上有从北京的各处 回来的学生说他们的印象 有的也是带了有血迹的衣服 有的是咬牙切齿 脱汗的说 有的是很平静的叙述 可是都是说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 什么开枪的 什么坦克车 什么死人 他们都说 哎呀 我听了一个一个钟头吧 我那个经验 也是我对人权的认识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听 尤其是学生多 可是也有老百姓 卖菜的老百姓 从郊区开他们的车进城的时候 停下来听 也有外国学生 有一些法国女郎 金色头发 有一些 非洲的学生 黑人 都在哪 我们都在哪 我看你 你看我 都有痛感 真正是 人是人的 这个 那前提 特别明显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骨子里头还是追求道德概念